相信大家对于汶川地震,还是记忆深刻。 那一段时间,我们为太多人失去生命而哭泣,也被那些在地震中发生的可爱可敬的人所感动着。 其中,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有那个捐款185元的残疾小乞丐宫中成。 他的身体残疾,但他却一步一步挪着身体,把这笔对他而言是巨款的金钱捐给了灾区。 如今的他生活得怎么样了? 本期最人物就为大家讲述,感动人心的宫中成背后的故事。 1990年,宫中成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。 在他一岁时,他因为高烧而落下小儿麻痹的疾病。 他的腿逐渐退化到只有棍子一般粗细,根本无法行走。 而他的母亲在他六岁那年也因病去世了。 从此,宫中成更是缺少照料。 在他还小的时候,他也曾读过几年书,但因为生计不得已辍学,跟着父亲来到广州生活。 到了广州后,他们在偏僻的城中村租下了一间狭小的房间。 父亲每天走街串巷收废品。 宫中成因为残疾的关系,只能独自一人待在家里。 日子久了,宫中成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,也渴望和人交流。 于是他坐在地上,以囤着地,以手行走。 离开了狭窄的小屋,来到了外面的街上。 街上熙熙攘攘。 车水马龙,宫中成感到很兴奋。 突然,有一个人在他面前丢了钱。 宫中成这时才明白,别人把他当成了乞丐。 于是,他开启了行企之路。 时间久了,宫中成不想再当一个乞丐了。 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赚钱养活自己。 不过他很感激广州的市民。 他们给了他很多的温暖,让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一丝家的温暖。 2008年5月12日,汶川发生了大地震。 灾区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 宫中成也关注着这场地震,但苦于自己没有能力。 不能提供什么实质的帮忙。 他想来想去,自己唯一能有的,就是乞讨得来的钱。 想到这,他先后四次把自己最近乞讨的全部所得投进募捐箱。 合计金额185元。 他捐款的照片被记者拍到发在了网络上。 照片中,一名腿部萎缩的残疾乞丐坐在肺轮胎上将钱投入捐款箱。 据当时的记者报道,这名乞丐分两次来到广州市月秀区某街道的捐款点。 陆续掏出口袋里的碗里的几十元钞票和几枚硬币,放到捐款箱处。 几天之后,又在火车站附近两次捐款。 前后四次捐款共计185元。 好多人劝他,你已经这么困难了,就不用捐钱了。 但是龚中诚认为自己一直受人恩惠,得人帮助。 如今看到更需要帮助的人,应该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。 龚中诚的父亲知道了龚中诚捐款的事情后,也很支持他。 网友们将其称为地震最感人乞丐史上最感人的捐赠者。 龚中诚个人的事迹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 广东黄振龙凉茶公司送给龚中诚一家凉茶店三年的免费经营权, 让龚中诚告别了乞讨之路。 龚中诚后来又成为了广州市残联的志愿者。 他热衷于帮助和他经历相仿的人群,希望他们可以过上好的生活。 龚中诚除了眼前的凉茶店,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开手机维修店的梦想。 龚中诚认为,开手机维修店是一个真正的技术活。 他可以凭这个手艺养活自己。 为此,他还专门花了5000元学习手机维修的课程。 通过龚中诚的试迹,我不禁感慨,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成就,一定要心怀感恩,努力向上。 龚中诚可以继续选择乞讨过完自己的一生。 他虽然身体残疾,但他不愿意这样没有自尊心地过完自己的一生。 他渴望自力更生,渴望能够为社会做贡献。 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,年纪轻轻,好高无远,一心想着依靠父母。 对比龚中诚的经历,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思考? 就像是一船路人体划约气 needle。 好